被问中俄两军是否关系越来越密? 国防部两字回应,没错 图为国际军事比赛场面。 图片来源,俄罗斯卫星新闻通讯社 俄罗斯龙报网,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26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,经与各方商定,中国军队将于7月下旬至8月中旬派团赴俄罗斯、哈萨克、白俄罗斯等国,参加国际军事比赛赴2018,并在中国境内承办部分比赛项目。 4月26日下午,中国国防部召开4月例行记者会。 图为中国国防部新闻局局长,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大笑回答记者提问。 图片来源,中国国防部官网。 国际军事比赛赴2018封烟再起。时隔一年俄罗斯又赢最强挑战。 中心社报道,吴仙介绍说,其中,出国将参加以下18项比赛,赴俄罗斯参加坦克两项坦克车组比赛,军械能手武器修理人员比赛,厄尔布鲁士之环山地步兵分队比赛,侦查兼兵侦查班组比赛,工程方程赛,工程车辆比赛,汽车能手汽车兵比赛。 修理营坦克修理人员比赛,野战吹势吹势员比赛,军医接力医务人员比赛,中程朋友训犬员比赛。 军事拉里驾驶员比赛,道路巡逻军车兼领员比赛,开阔水域周桥部队比赛,安全环境和生化侦查组比赛。 航空飞标航空兵员比赛,空降牌空降兵分队比赛,赴哈萨克参加稳定接收通信兵比赛,赴白俄罗斯参加狙击边界狙击手比赛。 在中国境内承办以下四项比赛,苏沃洛夫突击部战车组比赛,晴空防空飞弹兵比赛,安全路线工兵分队比赛和海上登陆陆战队分队比赛。 吴谦表示,近年来,中国军队多次参加该项国际军事比赛,为增进中国军队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参赛国军队的游艺,加强训练领域交流,提高实战化水平发挥了积极作用。 2017年8月4日,中国空军8-1飞行表演队亮相航空飞镖,赴2010期国际军事比赛拔场开放日。 图片来源,北京中国青年报 以及线对抗检验自身不足。取长补短中国陆空军卷土重来。 2017年7月29日至8月12日,国际军事比赛赴2010期在俄罗斯、中国、白俄罗斯、哈萨克和亚塞拜然五国的拔场举行。 28国军人参加了比赛,其中9国为首次参赛。 新华社报道,中国方面自2014年以来便连续参加该项军事比赛。 去年举行比赛期间,恰逢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,因俄罗斯联邦国防部邀请,中国派出陆军、海军、空军的八支部,分、对组成代表团,参加八个项目的比赛,其中五个项目自带国产武器装备参赛。 最终,俄罗斯军人在28个比赛项目中的19项上取得第一,中国军人在7项赛事中夺冠,哈萨克取得3项比赛第一。 2017年中国还首次参与承办了该项赛事。 当时中国共承办了所有28个项目中的6个,其中中国陆军在新疆库尔勒举办苏沃洛夫突击、晴空、安全环境、军械能手比赛,中国空军在吉林长春举办航空飞标比赛,在湖北广水举办空降牌比赛。 俄罗斯、哈萨克、乌兹别克、白俄罗斯、委内瑞拉、安哥拉、伊朗、埃及、摩洛哥、南非、星巴威等多个国家军的队参加了在中国举办的项目比赛。 北京参考消息网报道。 去年比赛结束后,中国陆军步兵学院机械化步兵研究中心主任王雪平教授,就中国陆军承办四项赛事的特点。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,中方并没有把比赛仅仅看作一次竞争、一块奖牌,而是从战略的、长远的角度筹划和组织。 这次比赛,真正把比赛办成朋友圈越来越大、信任感越来越深、受一面越来越广的军事领域大合作、大交流。 王雪平教授说,除俄罗斯自带苏洛夫突击部战车车组比赛装备外,其他国家均使用中方提供装备,展示中国陆军武器装备的技战术性能。 在库尔勒赛区的14场比赛中,陆军各参赛队均以明显优势取得第一的好成绩,展示了中国官兵扎舌的训练水平,展示了新型陆军的良好形象。 北京中国青年报报道,中国空军新闻发言人申进科大校也表示,中国空军承办航空飞标国际军事比赛上述首次。 通过这次国际性比赛,进一步彰显和树立了大国空军、开放空军、实战空军、转型空军的气势形象。 今年将是中国第二次承办国际军事比赛。 2017年9月25日,中俄海军陆战队员执行演练任务。 当日,参加中俄海上联合-2017第二阶段演习的中俄海军舰艇编队进行了联合解救,被劫持船舶和救助遇险舰船的演练,中俄双方先后派出8批4快艇进行联合行动,制服了海盗,解救了人质,并进行损害管制实际演练。 图片来源,中新社。 两国海军继续携手扬帆。评价中俄关系中方两次回应。 除了综合性国际军事比赛,中俄海军也将继续携手扬帆。 中新社报道,在中国国防部记者会上,有记者问,据了解。 中俄两国军队将于今年再度举行海上连演。 请予以证实。 吴谦表示,根据双方共识,中俄两军计划于年内在中国青岛附近海域举行海上联合赴2018连演。 目前,两国军事专家组正在俄罗斯就演习的时间,具体区域、参演兵力等进行第二轮磋商。 关于演习的具体安排,我们将试试发布信息。 另有记者问,您刚才说今年中国和俄罗斯要举办海上联合演习,中国还要参加国际军事比赛,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和俄罗斯两军的关系越来越密切? 简单的回答就是两个字,没错。 吴谦说,近年来,中俄两军关系始终保持积极发展的势头,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拓展深化,为促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。 今年,中俄两军将在战略磋商,联合演练,军事比赛,军事教育等各领域举行多项重要活动。 双方将在现有合作基础上共同努力,推动中俄两军关系持续深入发展。